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先生这段时间做了很多的改变 今天两个孩子也在 他有些话想跟你说 阿红点点头 赎金招手让吴先生过来 赎金说 老师 你自己来说 吴先生说 阿红 我要感谢你帮我生两个小孩 过去我还打你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我们夫妻的缘很短 请你好好的走 你放心 这两个小孩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想办法让他们好好读书 好好地长大成人 阿红点点头 赎金对阿红说 阿红你有什么话想对吴先生说 阿红说 我点点点 这段时间想起你对我的好 我如果走了 希望你 记得我对你的好 对于即将往生的人跟家属来讲 如果心里有所牵挂的时候 还是要面对面 好好静下来 道别 他们终于完成道别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嘉莉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今天的剧情我们组到了 赎金师姐跟水山师兄陪伴了越南的住民 完成了一个四道人生 我想要陪伴这样的一家人 从怨队到和解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赶紧来访问一下赎金师姐 先邀请赎金师姐好 嘉莉师姐好 全球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再邀请陈水山师兄 水山师兄好 嘉莉师姐好 全球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想到这个个案 会感觉 有没有觉得当初这个还是有价代 你说你一九月早二十几次 是两九月到他往生 到这个个案往生 差不多早二十几次 这是我们仿视提报的个案 就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感觉到说这个应该要提报 所以给老师提报的 学校的老师帮孩子跟这个妈妈提报 那个大的老师提报的 是这样 所以提报因为他所学的就是说 他已经是癌末了 对 是癌末 所以其实这个个案不是我接的 是一位师姐接的 但是他都知道我在做这个癌官临终关怀这个器材 所以师姐就接我做会去看 是 做会去看的时候 然后我们觉得说我第一次去一个就是那个共造的富士 对 特别签那个就是不做急救这些嘛 对 我也帮他签我是建政人 这个可以的 是 对 对 这个可以的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性 因为一个离婚嘛 又是一个单亲 经济上又不是很OK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样 比较接着去跟他支持 做一些情绪的支持 陪伴 让他如何去面对到他往生 那你觉得走入这个妈妈的解除他的心房比较困难 还是他的前夫还是那两个孩子 这个有一点点都要时间信息很多的 时间信息很多 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前夫的状况 因为我们从所有的医院的社工 高风险的社工 新志明社工 学校的老师 还有就是个案本身 还有孩子 讲的都是口尽一字 所以我也是真的 头上是真的相信 就前面有一个标准答案 可是后来再访问到了前夫 才知道有另外有一个答案 你才原来真相在这儿 需要一个结要把它打开 对 是这样 可是那个时候 这个前夫跟太太 他那个结那么深 你怎么去把先生引导出来 说跟他做四道人生 其实那时候我就是想要跟他做四道人生 但是不知道先生在哪里 他也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所以我就真的去找 去找的时候当初先生会记责 记责我们 因为他看要吃中午 他会记责我们进去 我就说 不然我们站在这儿标准的标准的标准 就这样 所以我就跟他说 他就说 对 这样跟五十 五十小孩 五十小孩 缺一整个标准 他回来就不回来 所以我就跟他说 看你买不买 如果买不买 我们就要来北医 这样 就这样他会答应 对 答应去的时候 刚开始 就是病人有一点情绪 是 对 所以那时候 那后师也觉得这样不适合 又是在家户病房 那个时候是在家户病房 所以后师就觉得不适合 我说 怕你是很重要的 我说 我告诉后师说 怕你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紧 我们可以等 这样 所以等到病人 就是情绪上比较 所以我们就引导进去 就是他两个孩子 其他爱兰的妈妈 其前夫 我跟另外一个志工 就进去 因为说这个 我们也不能说爱兰语 所以我就请另外一位师姐 他比较年轻 像那个我们要说的语 用手机翻爱兰语 让他的梁家妈妈能够听懂 怎么去跟他讲 对 跟他讲 我就引导他 就是他前夫 来做四道轮身 因为前夫很内向 也很木讷 就引导孩子 来跟妈妈做四道轮身 就是道歉 道歉 道歉 道别 道爱 怎么来跟他这样的 就是引导 引导之后 我就 因为这是他们专家的事 对 孩子要对也很重要 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就由妈妈 担问 问病人说 如果孩子是不是让他对爸爸那边 他怎么办 怎么办 办三个 那个时候已经道歉了吗 也道歉了 有有有 都已经道歉道歉 道爱道歉了 对 他有给他忏悔 前夫有给他忏悔 是 对 是这样 所以孩子看到爸爸的改变 爸爸也不喝酒了 是 对 所以出来的时候 我有跟孩子说 要叫爸爸 对 不对是大的比较排斥 这人都没叫 都没 很生气 又会很害怕 对 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孩子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如果有一天妈妈离开你们 你们要不要回去爸爸那边 两个孩子都一口同声说 不要不要就一直哭了 所以后来我们感觉到说 那时候还没有找前夫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也去法院 那个免费顾问那个法律问题 律师了 律师 我们去问他的状况 看怎样是更严谤 律师有跟我们讲一些法律问题 所以我们也跟 就是这个案主 讲说这个法律问题 建户前的问题 怎样怎样 让他不要去乱想 对 对 是这样 所以其实身为一个志工也很不简单 你还要去了解很多生活背后 还有法律问题 然后再陪伴他们走完这个世道人生 其实这次到人生等于是他的毕业典礼 很重要 那也还好就是在那个道谢道爱道别道歉之后 有一个很圆满的结局 第三天就往生了 感恩由你 感恩 师兄 师兄 师姐这年没用 他之前又打扮他两个癌症嘛 他虽然说他都没什么不痛 他三天开桌之后 他就出来跟病人互动 去关怀别人 你那时候都不会怀怒吗 不会 你不会 他跟他的准宅 他就说他不痛 他做季工做到 他让医生说什么 他开桌的医生说 你这样子也当出来不发烈 他让医生黏 让医生黏 你都没自己 他自己会尊重 他真的好尊重你 可是你有欢乐吗 没有 我没有欢乐 你那么放心 你就觉得说通通都是 对 开两次到 开两次到都是我去在医院陪他 你都不会说 你不再太疼 对 他自己尊重了 他真的好放心 对 也好尊重 对 因为我虽然这样做这段 我家庭也是够到好小好小 对啦 把我们做的 把我们的本分 我们也是要做 他没有好顾之余 所以从头到尾 师姐都没有让你烦恼担心 对 没有 对 讲话给你听 好啦 真的非常感恩 两位来到这里 跟我们分享 感恩